佩特拉要塞 在两辆轻型皮卡车的护送下 和仆人共乘一辆摩托的螺丝金伯爵 脸色铁青地驶向了城外 哥伯搭在车窗上 坐在皮卡车副驾驶位上的轻卫队常挥了挥手 示意驾驶员加速靠近过去 朝着车窗外的螺丝金伯爵笑着说道 如果你需要帮忙 记得喊大声点 我们没那么小气 会过来帮你的 不用你们帮忙 你们离我远点就谢天谢地了 瞅了一眼皮卡车后面的机枪 螺丝金钝石眉头一抽搐 侧过脸迎着咧咧作响的狂风吼了一嗓子 你们能不能把那玩意收起来 我们不是去打仗的 你想害死我吗 要是让那些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误会了怎么办 轻卫队常和驾驶员表情古怪地交换了一下视线 没太听明白他的意思 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奇怪的要求 他将手伸出窗外 拍了拍车顶 机枪先收起来 是 听到队长的命令 站在皮卡车后面那个机枪手 熟练地将卡在支架上的10毫米重机枪拆了下来 另外一辆皮卡车也是一样 与此同时 两辆皮卡车放慢了速度 和骑着摩托开在前面的螺丝金伯爵保持了距离 看着拉开距离的皮卡车 螺丝金总算是松了口气 稍稍放轻松了些许 虽然对于塞恩城主的命令抱有微词 虽然知道那群豺狼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玩意 但他的心中还是存有一丝丝幻想的 万一双方之间是有什么误会呢 如果自己能飘飘亮亮地化解这其中的误会 化大炮为面包 他毫无疑问将成为佩特拉要塞的英雄 甚至是拯救王国的英雄 佩特拉要塞的贵族一直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能够和南边的银岳城一样 获得共和自治的权利 摆脱封建契约的束缚 效忠于王室的佩特拉家族是最大的阻碍 如果能够借此与军团达成友好的协议 或许他家族一直以来的夙愿将得以实现 这里面当然充满了风险 但未尝不是个机会 开快点 重新鼓起勇气的罗斯金伯爵恢复了意气风发的表情 看着摩托车的仪表盘 催促着骑着摩托的仆人 你是没吃饭吗 还是没给摩托加满油 怎么才40码 大人 这儿的路况只能开到40码 再快一点而咱们就飞起来 那仆人哭笑不得地说道 没用的玩意啊 罗斯金骂骂咧咧了一句 知道催也没用 便不再开口 两辆皮卡和一辆摩托组成的车队 很快接近了到达了失落谷附近的区域 越过层栏叠起的沙丘 看着远处那座在黄沙中若隐若现山谷 罗斯金感觉自己的心跳正在加速 前面 就是前面 他扯开嗓门大喊了一声 身后两辆皮卡靠近了些 轻卫队长江头伸出了窗外 朝着他喊了一嗓子 要我们跟着吗 不用 你们在这儿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扔下这句话的罗斯金摧促着 仆人家族玛丽继续前进 虽然一想到前面是军团的营地 那仆人的肩膀便抖个不停 但他更不敢违抗这位伯爵大人的命令 只能硬着头皮扭动了油门 轮胎掀起的沙尘很快引起了对面的注意 没一会儿 两辆三轮摩托从远处开了过来 见到军团的旗帜 罗斯金脸上依洗 正要招手呼喊 对面啪啪就是两声枪响打了过来 子弹嗖嗖地落在了旁边的沙地上 吓得开摩托的仆人连忙拐了个弯 调转方向朝着来时的路逃窜 罗斯金也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对面招呼不打一声就开枪 连忙朝着身后大声喊道 别开枪 我是佩特拉要塞的罗斯金伯爵 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不如我们坐下来谈谈 然而 回应他的只有枪声 那些人招呼都不打一句 看见人就开火 靠近了百来米的距离后 坐在三轮摩托副驾驶位上的机枪手扣 动了扳机开火 突突突 粗长的火舌喷射 子弹嗖嗖嗖地在沙丘上乱飞 虽然没什么准头弹架不住数量太多 腿上传来的剧痛让罗斯金全身一阵哆嗦 差点没晕厥过去 整个人都趴在了仆人背上 大人 您没事吧 看着血流如注的左腿 罗斯金用颤抖的声音吐出来断断续续的半截化 快 快跑 三轮摩托的越野性能比起两轮的摩托还是差了一些 没有追上他 跟着他一起来的亲卫队常听见了枪声 及时带着人支援了过来 机枪重新摆上上了固定支架 两辆皮卡停在了最近的一处沙丘上 机枪手熟练地拉动枪栓上膛 朝着越过沙丘的三轮摩托宣泄出重机枪的火力 沙漠上剑气一串串尘埃 冲在前面的那辆三轮摩托瞬间被打成了筛子 驾驶员当场身亡 两名成员从车上跳下 将摩托车当作掩体用步枪朝着沙丘上的皮卡车还击 但驾不住重机枪的凶猛火力 很快也步了前面那个驾驶员的后尘 而另一辆三轮摩托则是侥幸逃回了背后沙丘的反斜面 趁着追兵被火力压制的功夫 罗斯金伯爵的仆人骑着摩托 载着他的主子没命似的朝着两辆皮卡的方向逃来 而趴在他背上的主人已经没了声音 就在刚才 他主人的背上好像又挨了一枪 沙漠的反斜面升起了信号弹 坐在皮卡车副驾驶位上的轻卫队长皱起了眉头 又全伸出窗外向后挥了挥 撤退 不远处的营地 看着升上天空的信号弹 听着远处哒哒哒的枪声 站在机场跑道上的麦克伦将军皱起了眉头 拿起望远镜望了一眼西边的方向 却什么也看不见 这儿隔着太远了 他向站在一旁的军官问道 那边是什么情况 那军官显然也不清楚状况 不过反应道还算快 立刻回答道 那边是维斯德百夫常负责的房区 今天应该是他的人在巡逻那片区域 麦克伦将军放下瞭望远镜 把他喊来 是 那军官转身离开 没等多久 一名恐无有力的男人走了过来 站直行了个军礼 报告 西边有两辆皮卡车和一辆摩托 大概是附近绿洲的商队 他们打死了我们三名护从 我已经派人去追了 听到只是死了几个护从 麦克伦将军便不再多问 这两天一直有不开眼的行商往这边走 行商就别管了 让你的人别追太远 注意好房区内的巡逻 一会儿飞机要来了 是 维斯德利正行了个军礼 转身小跑着离开了 目送着他离开的背影 麦克伦将军微微皱了下眉头 不知道为什么 一股强烈的不安 总是时不时地爬上他的心头 不过这股没来由的情绪 很快随着远处一抹银色亮影的浮现 全都烟消云散了 跑到旁边的临时塔台接到了降落请求 那架身长十数米 一展数十米的银色飞机在接近了跑道之后 很快放下了起落架 过鞋着滚滚沙尘落在了跑道上 飞机在跑道的侧边停稳 闲踢放下 地勤人员连忙开着插车和加油车围了上去 这种宝贵的喷气式飞机当然不可能交给互从军驾驶 几个飞行员都是高贵的威兰特人 两名飞行员顺着闲踢下来 走到了迈克伦将军的面前行了个军礼 其中一人抬头挺胸道 第一万人队第十一陆航中队队长 H55主驾驶员科伦向您报道 迈克伦将军抬手回了个军礼 看向旁边那架飞机 不禁喜上眉梢 H55飓风轰炸机 双发喷气式引擎 机身由特种和金刚打造 极限速度可达2马赫 虽然陆军指挥部队 它的定位是支援前线部队的战术轰炸机 但由于其高强度的机身护甲和耐久 以及大功率引擎带来的强大突破性能 因此也可执行战略轰炸任务 人称飞在天上的坦克 或者屠夫的手术刀 紧跟着这架飓风轰炸机一同降落的 还有一架负责护航 或者说吸引火力的辽机 H44配刀战斗机 和飓风相比 它的体积无疑要小巧的多 不但是单发喷气式发动机 机身也由更轻的钛合金打造 虽然这款战斗机的定位是争夺制空权 解决螺旋桨飞机对付不了的高威胁目标 但由于这款装备是由陆军指挥部旗下的研究所设计 因此它的对地支援能力同样不弱 机头上挂载的20毫米机炮有着惊人的500发被弹 机翼下方更是挂载着两枚昂贵的GV弹 至于为什么不挂空空弹 因为洛霞行省连罗选奖飞机都没有 如果提前知道河谷行省有个联盟 如果提前知道开拓者号打算前往大荒漠寻找零号避难所 军团搞不好会准备一点从西边送来 可惜没有如果 麦克伦将军伸出右手 和两名人高马大的飞行员用力握了握 喜行于瑟蒂说道 舞台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让那些臭虫们见识一下什么叫人间炼语 科伦咧着嘴一笑 回握着这位倒霉将军的右手晃了晃 我就是来做这事的 虽然格里芬并没有提前告知麦克伦计划的全部内容 但好歹也是合作了这么多年的同僚 麦克伦瞧那狡猾的臭右衣掘屁股 就知道他打算放什么屁 装在飓风轰炸机上的毫无疑问就是核弹 那没当量百万吨的三项弹 这时候 远处传来零星的几声枪响 正和麦克伦将军握着手的科伦下意识地回头 朝着西边的方向望了一眼 什么情况 麦克伦将军笑着说道 估计是附近的废土克吧 这儿靠近四号绿洲 别管他们 那群耸货可不敢管咱们的事 对了 我来这里之前 从格里分那臭 老家伙那弄了几瓶红酒 你们要不要尝尝 科伦连忙摆手 笑着推辞道 不了 晚上还有任务 胜利的美酒还是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吧 钢铁之星号离开河谷行省是最佳的轰炸时机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任务毫无风险 河谷行省南部还有个老牌幸存者势力 名字叫巨石城 听说也是联盟的一部分 那儿部署着不少战后重建委员遗留下的装备 战斗力是个问号 很难说会不会对飓风轰炸机产生威胁 从上万公里之外运来的核弹就这一枚 为了确保万无一师 他们打算等天黑下来 在夜色的掩护下执行轰炸任务 核打击和战术轰炸不同 并不需要太精确的坐标和对地面目视观察 只需要飞到大概的位置把开关一按 然后把油门踩到底就够了 听到执行任务的时间是晚上 麦克伦心中一喜 心领神会地哈哈笑了笑 那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一想到那些爬上他飞艇的臭虫们 很快就会在核爆的冲击波下被烧成灰 他的心情便不禁一阵愉悦 可惜了 看不见他们在末日前颤抖的脸 另一边 佩特拉要塞 戒备森严的监狱门口 在几名警卫的陪同下 一名肌肉囚结 灰头土脸的男人穿过了高大的石门 被放了出来 记得管好自己的嘴 下次可没这么幸运了 给了这个大块头一个警告的眼神 那留着落腮湖的警卫队长挥了挥手 带着自己的部下们走了 大门重重地关上 等那脚步声听不见了 男人这才呸了一口唾沫在地上 骂骂咧咧地转过了身 而就在他转过身的同时 却是看见了站在不远处路口的两人一雄 脸上的表情顿时尴尬了起来 一番犹豫 摸了摸后脑勺 他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和雇主们打了声招呼 嗡声嘀咕着道 抱歉老板 事儿半砸了 没事 瞧了眼他那副灰头土脸的样子 思思不禁抬了下眉毛 看向他身后的监狱 他们把你揍了一顿 男人不好意思地说道 呃 这是之前弄的 思思表情略微失落 可惜这青衣筷子一块的伤不是在积压期间弄的 否则就能从城主那忽悠一笔赔偿了 不过 没有也无所谓了 知足的人命长 点头表示了解 思思接着道 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男人苦笑着说道 我打算去南边的银月城碰碰运气 这儿八成是待不下去了 他被送进去之后 拥兵团的几个弟兄们很快把他煮饭的身份给供了出来 这兄弟肯定是没得做了 其实本来也算不上兄弟 大家只是凑个分子一起赚钱糊口 拥兵团总共也就六七个人 聚在一起容易 说散也就散了 思思点了点头 对此并不意外 继续说道 如果你没有去处 就跟着老布马做事儿吧 白熊骑士团的驻地需要保安 嗯 你要是感兴趣 就去那儿当保安队长吧 佩特拉城主打算给白熊骑士团画一片驻地 帮助他们更方便地实施救助难民的善举 老实说 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误会的成分 比如他其实是想趁着这难得的机会帮大伙们捞一笔 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想收回来也来不及了 他们是在神灵的指引下来到这儿救助那些可怜的人们 这话可是他自己说的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 男人顿时愣住了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位小姐 激动得甚至破了音 您 您还愿意要我 看着向前踏了一步的男人 思思嫌弃地往后挪了一步 瞟了这家伙一眼 别说那么奇怪的话 要不我改变主意了 不 没有 我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 到手的工作机会差点因为嘴瞟溜走 那拥兵投资连忙解释 声音都跟着语无伦次了起来 我只是 不太明白 我明明搞砸了您交代的事儿 谁都有头一回 谁都是从不熟练到熟练的 思思打断了他的话 看着这个一脸感激的家伙继续说道 当然 你已经用掉了一次机会 如果下次再把事情办砸了 您就把我毙了 不 不必您动手 我会当着您的面把自己埋了 那个拥兵投资一脸忠诚 语气诚恳而恭敬地说道 您可能已经不记得我的名字了 我叫乔迪 很荣幸能继续为您效劳 不管那忠诚的表情是装出来的 还是发自内心 思思满意地点了下头 白熊骑士团的地区声望 大概会在这场战争之后到达顶峰 事实上他们已经获得了当地城主的信任 不过 他们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经营那些带不走的固定资产 他们约好了还要去更遥远的地方旅行 因此最好的选择是找个靠谱的本地人帮忙代管 比如老布马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诚实 有能力 信仰虔诚 而且欠他们一条命的人情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仍然不愿用利益去考验人性 把所有事情都交到一个人的手上 钱和枪还是分给两个不同的人管着比较好 之后他还会从曙光城的刑商工会雇个NPC过来负责管账载 这样也方便他随时了解这儿的情况 既然这游戏号称百分之百真实 他自然的尽最大努力做到万无一失 听到那傭兵的名字 尾巴忽然开口道 哦 乔迪 有考虑改个名字吗 那傭兵立刻说道 请小姐自明 就等着这句话了 尾巴眼睛闪闪发亮地竖起了拇指 以后你就叫乔乔吧 那傭兵一脸茫然 但还是点头 好的小姐 以后我就叫乔乔了 肉肉 思思表情微妙地说道 阿伟取名字的技术和管理者大人有的一拼呢 尾巴吃惊地看向思思 哎 我取名这么厉害的吗 思思举了下手 哦 超厉害的 肉肉哭笑不得地催促道 总而言之 事情已经办完了 咱们快回去吧 芝麻湖一个人留在那里太可怜了 不管城主和那些贵族们是否完全相信了思思的鬼话 至少那个披着白袍的老头已经被忽悠瘸了 听说他还打算写信给王都 告诉尊敬的大祭司和国王陛下 银月女神为了守护他的子民们降下了神迹 还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情吗 对于银月教派的信徒们而言这确实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 但对于他们而言可就未必了 他总有种不妙的预感 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 同一时间 初始失落骨的螺丝金伯爵 被塞恩城主的亲卫队队长抬了回来 腿上和背上分别中了一枪 躺在担架上的螺丝金奄奄一息 失血过多让他那张脸更加苍白了 城主的宫廷 聚集在这儿的贵族们默不作声 就算是平日里嗓门最大的那位 也被这幅不忍之士的惨状给震住了 坐在十椅上的塞恩满一地 欣赏着这些胆小鬼们脸上的表情 嘴角不由撬起了一丝冷冽的笑意 瞧瞧 这就是诺夫的下场 螺丝金的嘴唇颤抖着 挤出来依据惊怒的声音 军团 他们根本不打算和我们谈 那群野蛮人 不 是野兽 用文明人的语言根本没法和他们沟通 从十以上起身 走到台阶下的塞恩 看了一眼躺在担架上的螺丝金 淡淡地说道 你的感谢那位小姐 让你还有机会活着回来 如果骑的是匹马 他根本没有机会逃走 螺丝金的脸上写满了屈辱 侧过脸看像站在人群角落 那个女人 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了那句话 谢谢 思思耸了耸肩 没有说话 脸上的表情同样没有任何变化 他其实只是不太想浪费时间 兼在这种无关紧要的NPC身上 他的死活对接下来的游戏剧情 显然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如果是骑马过去 只怕得用上不少时间 而等佩特拉要塞发现他的尸体 恐怕的是两三天后了 你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塞恩看像自己的轻微对偿 之所以派这位跟着螺丝金伯爵一起出城 与其说是监视那蠢货 有没有好好办事而 倒不如说是为了打探失落谷那边的情况 早在螺丝金出城的时候 他就已经下令让要塞中的部队准备了 轻微队长行了个军礼 驻扎规模大概一支万人队 营地北边的施工已经暂停 大概是完成了 在离开那里之前 我注意到一架飞机从西北方向飞来 看样子似乎是降落在了那里 飞机 塞恩咒起了眉头 周围的人群立刻传开了一阵骚动 一张张脸上写满了惶恐不安和惊怒 哪怕是之前对预言表示怀疑的人们 此刻也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飞机 他们在那修飞机跑道 那些人果然是打算进攻佩特拉要塞 雄狮王国已经陷落了吗 沙海之灵在上 那群贪婪的野蛮人果然是未不保的 我们就不该等这么久 早就该动手了 听着周围众人义愤填膺的交谈 白熊骑士团众人的脸上 同样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拉了拉旁边的肉肉 尾巴小声问道 官网有说那是在修机场吗 他光骨灼发贴了 没怎么仔细看那些帖子 肉肉倒是有认真在灌水 但仔细回忆了一会儿之后也没什么印象 晃了晃毛茸茸的脑袋 好像 没有吧 尾巴惊了 这哦 难道 宝藏已经被他们找到了 肉肉哭笑不得道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尾巴一脸严肃地用手笔画着 你想啊 天空之神的铠甲 肯定很大吧 那么大衣驼 总不能用卡车运吧 搞不好他们是为了把宝藏运走财修的机场 听着这胡乱分析 肉肉的脸上渐渐露出恍然大物的表情 神色也跟着严肃了起来 嘶 搞不好真有这个可能 站在一旁的芝麻胡哭笑不得道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天空之神的盔甲 别说是飞机 就算是火车也脱步走吧 没有听见队友们的窃窃私语 嘶嘶轻轻皱了一下眉头 虽然论坛上并没有看见关于那个机场的讨论 但他总感觉那个机场没那么简单 9号绿洲还没沦陷呢 而且这两天管理者还带上了钢铁之星号和风暴兵团 前往雄狮王国增援 军团和猎鹰王国虽然军事强盛 但总不至于主动两线作战 除非 他的眼中浮起一丝明雾 隐约好像想到了些什么 那个拳掌 搞不好还真被他们找到了 一双双眼睛看向了他 嘶嘶看向了塞恩城主 神色严肃地说道 从天空落下的权杖封印了邪神 也摧毁了绿洲 邪恶的仪式恐怕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步 我们没有时间犹豫了 您必须立刻做出决断 塞恩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说吧 他看向宫廷内的群臣们忽然收敛了说笑的表情 神色庄严肃目了起来 我听到了黄沙中的呼唤 伟大的意志正在召唤我们 我们的王国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不管我们的敌人是军团 还是上古的恶魔 佩特拉都将是王国最牢固的盾牌 说着 他拔出了腰上的那柄军刀 看向了亲卫队队长 还有一旁同样神情肃穆的军官们 召集你们的部下 准备战斗 感谢东海小渔村的盟主打赏 逗好 今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